千斤南粤好煮,九万斤南粤好教学 大家好,我们是蓝人游戏无托邦 今天要教学的游戏是 《艺术宝盒》 大家参加了一场艺术比赛 但有个小偷偷偷偷走了大家的颜料 让大家无法作画 玩家们只能用场地剩余的一点点碳粉 勉强作画 大家各种极简的风格 画出自己想要参展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小偷要偷走颜料呢? 我不知道,故事是乱掰的 那我们直接进入游戏的教学吧 《艺术宝盒》 玩家每个人拿取一支笔 一个屏风和两张纸 每一轮都会用到两张纸 中央的设置 我们拿出单词卡放在中央洗混 作画版图放到中央 让人可以看到1-8号的位置 这些位置是画廊 等一下会把画放到这些位置去 将紧1-8的数字片 放到附近好拿的地方 这是一个完成的顺序 只是帮你打破平手的时候使用的 将杀漏 4张图形卡 4颗骰子 还有胜利标记 放到附近好拿的地方 由最有艺术气息的人当起始玩家 如果没有的话 先说出一位艺术家名字的人当起始玩家 游戏总共有4个阶段 紫骰、杰作、连结、隔分 在紫骰阶段 所有玩家拿取两张单词卡并折衣 另一张放回排库底 其实玩家将4颗骰子紫骰 并将骰到的骰面放到对应的图形卡上面 让大家可以确认一下哪个图形有几颗骰子 之后便进入杰作阶段 玩家将使用骰到的骰面作画 每个图形都用到 而且也只能用这么多 画好之后拿取几一到几八 数字较小的 代表每个玩家的完成顺序 画好的玩家要将单词卡面朝下 放到骑士玩家面前 所有玩家都拿取一个数字之后 所有玩家面朝下交出画作给骑士玩家 骑士玩家将这些画作洗混之后 放到作画版图上面 从数字小的开始放置 骑士玩家将面前与自己的单词卡 额外加入特定章数字后混洗 并放在大家方便观看的地方 之后就进入连接阶段 每个玩家每个画作猜测所对应的单词卡 并且将猜测结果写于纸上 第一张作答完毕的人将杀漏翻转 剩余的玩家上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猜测 当杀漏漏完之后 连接阶段就结束了 最后进入得分阶段 每个人公布自己的答案 从数字小的画作开始询问 该画作作者说出自己的答案 其实玩家计数该画作有几位猜对 将这个数字写在画作的角落 便之后做比较 每个玩家写政治符号 于自己的猜测子下面 代表自己猜对的几个 这也是为了后面的计分用的 每一幅画都做完之后 被猜对最多的那个人获得1分 平手就有警号数字小的人获得 除了刚才获得1分的玩家以外 剩下的人猜对最多的那一位玩家 也会获得1分 平手的判定是一样的 若到此有人已经拿到了目标的分数 那么游戏结束 该玩家获胜 平手的话就看谁最后一轮的画作 被猜对最多次 再平手就是看警号数字最小的 若游戏没有结束 顺时增下一位让起始玩家 并重新开始一轮 那这游戏中在作画上面会有些要求 第一个正方形是可以向下相容成长方形的 圆形是可以向下相容成椭圆形的 三角形可以向下相容成任何三角形 不管是等腰三角形还是直角三角形 线条只能画直线 图形的部分可以重叠 但是彼此必须完全清晰可见 也说你不能声称我两个三角形完全的叠合 然后只画一个三角形 那以上是艺术宝盒的所有规则 看一下注意事项 违反作画原则 只是用了多个图形 或是没用到某些图形 那么这个玩家就是犯规 他的画作不能得到任何分数 但是该玩家还是可以透过猜对最多人来拿分 只是平手的话 这个违反规则的玩家将会拿不到分数 另外一点重要的注意事项是 一位玩家一轮是不会获得2分的 如果这个玩家被猜对最多次了 那他将会直接pass掉下面猜对最多人的那个环节的分数 最后来看一下这游戏的三个变体扩充 第一个是困难变体 被猜对最多次 与猜对最多人的分数分开拿 一种拿红色一种拿灰色 游戏开始的时候先确定好 游戏目标改为3-6人或7-8人时 每色分数各拿2个或1个 或者是总共拿6个或4个分的时候获胜 三人变体中 每个人纸彩阶段变成抽3张选2张 每人每轮要画2个画作 计分时被猜对的数量 改为2个画作的数量加总来比较 最后一个是简单规则 图形不用全部用上 杰作第一阶段完成的人直接倒转杀肉 本来会等到所有人完成 这个简单规则就变成是第一个完成就立刻转 平手时所有玩家都会获得分数不用比较平局 一轮一个玩家变成可以获得2分 就不用那边斤斤计较 以上是艺术宝盒所有的规则与变体扩充 最后来看一下心得总结 艺术宝盒是一款有趣的作画游戏 基础规则下大家不用紧张可以慢慢画 但是限制了下笔的次数 毕竟我们只能使用骰到的形状 比起画画的天分更吃对于异象的表达 相对于很多画画游戏来说算是有额外的特色 所以若最近想要一款有趣的画画游戏 艺术宝盒可以考虑看看 那这次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忙订阅、喜欢和留言 每个礼拜二晚上 人类游戏无托邦都会有新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影片带你破迷惘 蓝人游戏乌托邦 真心推广传四方